留下来的 放眼世界 把握环球机遇 接通各地港桥 坚尼地正经 冯志正 好 欢迎回来坚尼地正经 又是时候见财神了 两个礼拜一次 是不是你? 见下我的财神 Eric 不行啊 方圆 不行啊 你不要输这么多就行了 你不要买东西了 不如好吗 你退出股壇 大家都开心 不是退出股壇 我们赚完那个 不是我们赚完那个 是我赚了那个债券班 虽然大家有交到学费 方圆那份就OK的 我那份已经亏了 方圆 我买完TSM 亏了出去 有没有东西帮忙 这些 稍后再说吧 那问题我最怕是你买了什么都会跌 不是我给你什么 我真的不是买了 我几天之前 我私底下给了一个讯息 我买完TSM 之后 其实我还能顶到 我都觉得TSM OK 因为我还有另一只 前几天都升了几个百分比 那都OK 因为我买了Xpedia 我买了这个旅游股 我觉得 因为我是很深信 为什么呢 就是我听到一个消息 就是我朋友 其实就是孔德威博士 他说 英国在日本见到很多美国人 在马来西亚见到很多美国人 然后Kobe 不是Kobe 应该是Debbie 也说 在越南又见到很多美国人 所以我估计 美国最近因为美元价格好 所以出去的人多了很多 所以我在那一刻 我就立刻买了Xpedia 早三天都赚了几个百分比 他今天跌了六个百分比 方月 你买错了 你没有问一下美国人 其实未必用Xpedia 他可能用booking.com 那一只就盘后升很多了 我没看 但Jacky一跟我说 我买了那一只 今天我看一看股价 咦 有点不对了 同样都是旅游业 同样都做差不多的业 为什么有一家出财宝星9个 一家是跌6%的呢 那真的要问Jacky 这些真的 我想我做基因也分析 我只是听过Xpedia的广告而已 那首歌都懂得唱的 X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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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糟了 那些钱都拿去做广告 那就下不了股东袋了 所以大家就要继续支持一下我们 因为未来的方圆都会继续出债券班的 我们刚刚定了个日子了 下个星期会做出宣传 不过今天跟大家先说一说 记得多多支持 你除了要帮助方圆之外 先帮我补充一下那些荷包 真的不太碰到 不是 还有大家一起赚钱的 不是我自己 我们两个 那些加息减息的问题 我想都很糾纏大家的了 OK 但是呢 我想减息这件事呢 就今年不是今年年尾 都应该是夏年年头的了 OK 那或者如果你遲些 有些什么经济衰退 再快点减息 所以呢 债券这件事大家都要去了解一下 那就对了 那我们就今次 上一次就真的多谢大家的捧场 那么一天就卖了 那些门飞 那么今次我们就会开多些位置 希望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 还有吸纳了上次经验 我们就会再征益求征多了一点 知道大家需要些什么 讲得很清楚 还有也讲过一些秘密给大家听 就是为什么我们 有空无事买这么多股票 都未被破产呢 其实因为我本身的投资 主要都是一些保守的投资 只不过我那些不保守的投资 只会错出一些很错误的行为 这个是我的问题 对了 那些市场的投资 那些市场的投资 所以你的节目 可能有一部分人 都是因为这件事来看的 看看你的仓有什么 刚刚告诉你 TSM我继续持续 Xpedia买了 早三天我还觉得 自己可以备取到TSM是跌幅的 今天不行了 一起跌下去 但是不要紧 我们接着还有一个信号 我觉得这个市场的信号 我最近这三四天听了很多 那只字我又懂了 我们除了Xpedia我懂 TSM我懂 我最近我懂了一只字 叫做FSD 是不是很厉害 是的 那你根本就是潮流的尖端了 我听闻这件事叫做FSD 就是自动驾驶系统 或者是全自动驾驶系统 如果到达单身份 大家都知道 就是CS Media 本来打算去印度 但是突然间觉得 心血来潮都是去北京 然后达成协议 希望在 Paris 做FSD 的全自动驾驶 但是今天找方圆 就不是重复一次 说下这个FSD的故事 或者讲些关于我们的再次 Tesla 的故事 反而我们今天可想聚焦多一点 就是说 何谓一个全自动驾驶 这件事是不是Tesla 独有的新科技来的? 当然不是 其实反过来 Tesla 是有它的特长的 其实现在我们传统的自动驾驶系统里面 最主要都是用Lidar 的一个工具 你就当是一个雷达 一会再讲一下里面的设定 另一个 Tesla 说它自己最厉害的就是FSD 刚刚 Jackie 说了 这两个的分别是什么呢? Tesla 的 FSD 应该这么说 Tesla 的 Vision 其实它就是认物件的样子 就像我们驾车 我们看到个人 我们知道它是人 我们看到车 我们知道它是车 我们会认那个图像然后去做一个相应的调节 就是加速减速也好 看到没有事的可能我们会走快点或者转线 OK? 我们就是靠这个影像 认到那样是什么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行动 但是Lidar 呢 现在传统用的那种 或者现在相对来说是走得最快的那种 就是在自动驾驶系统的市场里面 就是用雷达的方式 就是说它会射一条线 一条光线出去 然后回来 看看雷达 用雷达的角度去看 就是去偵測我和这个物件的距离有多远 OK? 所以说到这里 我先说一下概念 简单来说 FSD 原来不是一个 我们看到的科技 而且是Tesla 拥有的东西 FSD 是一群科技 这个设计里面有很多东西 Tesla 占据其中一部分 是不是这么说? 没错 FSD 即是Full Self Driving 就是全自动驾驶系统 它只是立了个名字 就是那个武林 你叫武当的 你不是武林 Xpedia 并不是所有服务的东西都在这里 没错 我们去旅行也有很多选择 在街上也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另一套武功的 最主流现在是分为两只武功 一只就是Tesla 自己的 叫Vision 它叫Tesla Vision 另一只就是Lidar 的技术 Lidar 它是 Tesla 反过来 Xpedia 我相信它说过 Vision 我也送过 后面有Elon Musk Lidar 后面的技术 是哪一间公司的? 其实是 这是一个原理 OK? 第二就是 Lidar 做这件事 其实很多公司都用它这个原理来做 希望用一个雷达的方式去 detect 到车周围有没有阻碍物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停下 或者做一些相应的调节 所以其实Lidar 是一个很同的 不是一个concept 一个 theory 一个技术 但是下面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都用着这套技术来发展它自己的那套无人驾驶系统 而且你看到Lidar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就分到两个真的技术的分别 比如说 Tesla 那个Vision 就是它要先拍一张照片 它要把照片里面 好像我们人类变映到哪一个是红绿灯 哪一个是行人 哪一个是车 然后就去看 而Lidar 的做法 其实是有趣的 Lidar 这个字 为什么不是Radar 而是Lidar 就是因为它不是雷射 如果我们Radar就是发射这些radio wave 就是所谓的长波 Lidar 就是出光线的东西 就是出雷射的 就用雷射不停在前面 然后再拿回一个准确的东西 但是就认不到东西 它只是认到形状而已 然后凭形状去变密 但是从这个角度去看 如果Lidar 和Vision 某程度上都是两个不同的事物 那我们这样看 其实现在哪一个成本 是比较贵多一点 譬如说我们看到Tesla 最漂亮的东西 那你买Model X的价钱 Lidar 是不是一些便宜的东西 Lidar 其实就以前 Elon Musk 不断都跟人说 Lidar 是不行的 如果大家看19年那段片 Who is using Lidar is doom 就是它讲到明白 其中一个攻击点 就是Lidar 的成本很贵 就是那时候你要安装 如果大家去过美国 或者大家见过那些无人驾驶的车 那头顶尾部就一直转转 好像10字车 但是它就不着光了 Anyways 那一块东西其实呢 以前是贵的 就是说回到可能1718年了 那一块东西是可能去到几万美元的 OK 但是经过这几年很多公司的Mask production 很多技术的发展 整套技术中间有点演变的 就是之前我们用很多支光线 或者很多系统去射光线 去到处不同的地方 去到我们最后只剩下一个 但是就不断转 比如说成本就减省了很多 现在还在研究究竟用哪一套Lidar系统 是最便宜和最快乐的 Anyways 这几年的科技的进步 以及应用程式的开始广泛应用呢 现在的Lidar大概是 已经去到 应该是几千美金 甚至现在差不多是去到 一千至五百美金 已经完成到一套 可以用来自动驾驶系统的工具 那你想一下 其实现在的成本压到那么低呢 其实Elon Musk最开始说 Lidar的成本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第二个就是OK 说回Tesla了 那究竟它那套是否这么便宜呢 其实不是的 如果你现在订阅FSD系统 都说如果美国减价 都一九九一个月 那你买断它都要几千元 其实甚至比整套Lidar的系统更贵 所以整件事如果这样去看下去 这个时刻去看就好像是Lidar 成本上是领先 比较便宜 而且应用层面比较广 而且技术暂时走得上线 还有我看到Lidar 你见到那幅图 就是左手边那幅向斜落去的 圆形波波那条线 首先它减少了很多 但第二个我觉得我看到的位置 就是它联系的公司 都挺全球有的 它由百度 Poly VY 去到Waymo 全部都在用Lidar 可不可以这么说 Lidar是一个开放型的技术 它是给很多公司用的 所以它不断完善着它 而这个Tesla的Vision 就是一个自己主持的东西 是否不断完善呢 是的 但是一个互补就未必 因为始终大家有自己那套武功 但是我想简单说 就是Android和iOS Android 我们给了钱之外 就要给技术的 我们现在就是说FSD 我们说全自动驾驶 武功也好 有没有分哪个高低一点的 有的 现在有个国际standard 我们分六级 但不是一至六是零至五的 很搞笑 最简单就是零 就是现在驾车的大家 大部分 你没有任何辅助的 OK Legend 1 去到Legend 1 其实已经有很多都有 甚至我现在在美国 开着的很便宜的一辆车也好 它也有一个cruiser系统 就是你可以保持车速 然后叫车 如果前面的车开始减慢的话 我也减慢 就是跟着距离去走 如果前面没有车 我就加速 for example 这个已经Legend 1了 所以我都可以跟他说 我的车有自动驾驶系统 哈哈哈哈 虽然听起来很贵 但是还是Legend 1 我也坐过你的车 我叫全自动驾驶系统 你会想加上AI就会更贵 哈哈哈哈 这些东西都是在市场 去到Legend 2 我们连手都不用用了 可能适当地 手和脚都不用拆 所以其实Legend 2已经很先进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着 这个车 或者人都要去 行动地观察 去到Legend 3 其实是一个分水镭 是一个分水镭来的 Legend 3就可以去到手脚不用触碰之外 我们的眼睛都可以 久不久不看车 他自己都会开到的了 OK 去到Legend 4 现在最先进 就是基本上 你可以当乘客那样坐了 就是Minds Off OK 是的 所以Minds Off 躺平 但是去到Legend 5 其实 为什麽Legend 4 和Legend 5 中间 看上去好像差不多 但是Legend 5 完全是没有 就是它可以做到没有车盘 是的 没有车盘 没有踩油 没有油门 没有车盘 那你只是那部车全部自动走光 那我都跟业内的人谈 其实你整个过程 你看上去很分明 但是其实 跳一个步骤呢 可能是以十年时间去算的 那你说当然 有些公司走前了的 那你之后追的那些 那时间没那么快 但是 短了很多 但是你说 从现在去看 真的去到全自动 甚至行内的人都说 我不知道要何时 所以一个长期的游戏 就是 不知道十年二十年 或者三十年 才可能去做到那些东西 所以其实整个游戏就是 你都预认了要消钱的 是的 但是你现在反过来 我们国际上 如果有这个平均 就反而好玩了很多 就是我可以评到哪一个 大概是什麽 举个例子 没有人做到Legend 5 我相信 现在有Legend 5 就是不用客户 如果即是有也好 其实 不是的 其实有Legend 5的车出现 不过就不是路面平均使用 举个例子 就是我没有记载 机场里面的运输车 现在有很多部 都是没有驾驶 已经是全自动 但是Mindsoft 那些 其实已经是没什么人做到 Mindsoft 就是简单来说 如果出事 你才叫醒司机 那些 你都还要司机坐在那裡 但是我们有Legend 5 有个好处是什麽 就是分岛高低 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们买Expedia 当然贪它出名 出名就是公司大 大 但是你刚才跟我说 书记车大一点 还是Expedia 大一点 大很多 书记车 不知有个倍数 因为书记车的楼下 是chip.com 我想香港人会很熟悉的 如果那些东西 还是书记车的一部分 我想你自己想想 是怎样 Expedia 只是美国一个 比较多人用的APP 但是全球来说 它不是一个很流行的系统 你就看到的现象 就是 书记车和市场尺寸 或者技术含量是有分别的 但是 至少我知道 有Elon Musk 的地方 就有PR 有Elon Musk 大家都知道 Elon Musk 会搞 Elon Musk Vision 但是在那个功力上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顶级武功呢 绝对不是的 反而是有 如果用这个 standard 看有些落下 我知道这里有很多的信徒 Elon的信徒 在他们的角度看 Tesla那里 已经超越了很多东西 Anyways 我们用一套最国际的标准 去看看这件事 简单些 其实Tesla 现在暂时都是level 2 I'm so sorry 最近的 现在已经去到level 4 譬如就是 Jacky上次来都见识过 就是Waymo 和Cruise 这两间 Waymo 背后的owner 就是Google Cruise 背后的owner 就是GM 所以你看到 其实这两间 已经是 用无人车 来做的士 可以收钱 去市区内 去载客 那你就知道 其实他们已经去到 都很先进的位置 Versus Tesla 现在暂时是 你连无人车的 试行都没有 所以就 技术来说 就不在那 分析得太多 就是有很多人 会有不同的论 就是我纯粹用 standard 放现在 放政府的层面 来看也好 在路上 或者你拿 真是无人駕駛的数据 就是不是那些 因为他们很喜欢 有个人坐在那儿 用Tesla 那个 无人駕駛系统 就说我当时在走 其实是两件事 因为你真的 譬如Waymo 或者Cruise 那些真的 连个人都不放在那儿 只是坐在后面 他的车自己走 就是你不会碰到 他任何车的控制 这样就跑了这么久 去到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Tesla 现在不是真的领先 甚至去到Level 3 都已经见到 Mercedes Benz 在美国 将来都会出的 Level 3 就是去到Eyes Off 就是他眼睛都不用看了 但是Tesla 就算你更新完 最新的FSD 什么系统都好 你还是要坐在那儿 Actively monitor 这件事 所以你会见到 整个Landscape的分别 就是他不是领先 甚至甚至 甚至说难听些 有些落后 你看到这么多logo 是的 亦都这么说 客观事实上 不要说他领不领先 或者落后先 其实起码 Waymo 和Cruise 起码在市面上 先走到 有辆的士 先接到生意 我们暂时 就未见Tesla 是可以接到生意的 如果大家在三藩市市内 是可以叫一架很贵的 Waymo taxi 来乘搭 虽然我完全不知道 拿来做什么 明明旁边乘搭 是便宜很多 你们也是喜欢乘搭 Waymo Waymo 又瘋了 Waymo 应该是旁边的最走路 放在Waymo的士的车顶上 就是放在他上面 没有撞到他 没有嗨花 什么都他 然后那个radar 就是跟他说 刚才那个radar 就是跟他说 我看到有障碍物 我不动 现在我帮你报警 我朋友就是被困在Waymo的士上面 就是这样 被一个已经可以移动走的雪糕桶 立即就停了 还要他打给Waymo公司 跟他说 不行 有个雪糕桶 不如我下车 因为Waymo公司一停 就已经有人直接联络他 就问他有没有事 有没有撞到他 他就说没事 不过有人放了个雪糕桶 他不是在车顶 是在Hood上面 OK 在车顶上 也不用掩着Waymo 不用掩着radar 掩着前面 我可不可以下车 拿走个雪糕桶 我再上车 我应该没事 接着职员又不让他下车 他说 职员说 我怕他是打劫的 所以你等我一会 我会一个小时后 有人转车过来 帮你换驾的士 你先睡一会 所以你听到这里 你就知道 Waymo是很多问题 Cruise都有些问题 但他们的舞台是去到哪里 就是有人在乘 这件事是发生在我上年 来美国的时候 Tesla都还没去到这里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Tesla不是卖了一件贵的东西 给中国 他都看来卖了一件贵的东西 应该这么说 看回Landscape 我说回我自己 怎样看Tesla的故事 我自己个人意见 首先你看到这个Landscape 你知道你已经不是跑零先 第二就是 如果大家知道 你以为 为什么Waymo这么确实呢 因为你知不知道 现在Waymo 就是Google正在销钱 去做这件事 销得很厉害的 如果任何一架Waymo的士 撞到任何人 是Google赔钱的 这件事不是开玩笑的 你想想在美国 我记得上次看到一宗新闻 去麦当劳 买了个薯条 太热烤了个小妹的脚 都赔了几百万美金 剩成千万美金 你如果能够到个人 你自己就算一下 所以其实这条跑道是贵的 而且时间是长的 第三就是 因为Tesla也有很多意外 所以其实他在这里的官员 或者是 运输系统里面 就不是明星那么好 所以他的 网络是难 反过来 去某些地方 可能撞完一些东西 就没什么后果 或者是 譬如 百度 因为他跟百度合作 我上网找过 看不到百度 百度都级四的 我看不到他任何一架 罗伯出行的车 是有任何意外的 哦 我是Tesla 不如去找一个实验 成功率高的地方 去试行这套 好过在美国 是吧 当然 我们这些 不能说别人国家的东西 但是 总之 没有什么意外 至少你看到它是 级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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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 说实际上 特斯拉和百度合作 可能是一个步骤 但对于百度来说 可能是一个步骤 反过来 这个位置 其实搞笑的是 因为他们两个是 不同的原理 因为百度是用了拉打的 但是我知道 我认为 Tesla 拿百度的资料 来训练自己的FSD 我估计 Elon Musk 我实在希望在某个地方 将这套 展示到 OK 我Level4 或者Level5 那就好过在美国走 那这个故事就能继续炒 但是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 每一个地方 甚至在美国来说 每一个州 那条罗是不同的 所以不是你的东西 厉害了之后 你就在全球打横走 你在每一个地方 你要拿一个 拉审 或者拿一个 是要经过层层 重重的难关 除非你只想在一个地方自己做 这样就可以 但如果不是 我想你除了在美国 那么烦 英国 在欧洲 你也要拿很多 很多无尽的拉审 才可以 去证明到 或者去做成 你这件事 在那个地方去用 但如果我这样提 Level4 Rainmo Cruise 和百度都用Lidar 其实Tesla的科技 都真的 不算 特别很新的 但是不要紧 科技可以发展 但也说回 我记得我去年去的时候 我记得Cruise是没得回答的 是否有什么原因 是的 去年应该是 其实他去年一直都出事 Cruise 在三藩市市内 出事率好像是高一点 而且有一件事 他拿了一下之后 就立刻停了 就是Cruise 有一辆无人的士 差点撞到两个小朋友 差点而已 那之后 这里的人就发疯了 你知道美国佬多紧张 少少事而已 对不对 走过去 就会跟你说 Terminator 你看看他半变 不是啊 他变成了Termination 之后Cruise 整辆车停了 现在没得玩了 他现在好像重新 重新拿回车车 重新在街上走 所以其实这段时间 是见少了很多Cruise 我甚至都没什么见过 好像只有Waymo走 这段时间都会出现 其实是 很大事 所以 但是那单是没有撞到人 是吧 你见到的名字 Nearly Hit 其实没有撞到人 那也停了车车 那不怪不得了 这些位置就白了好多 当然了 神經病 不用说了 领先全球 是啊 我补充多一句 我补充多一句 就是 刚刚我只是说中国 和美国的市场 其实欧洲 都有一些在走 譬如Volkswagen 刚刚没有说 Volkswagen 或者Mercedes 都到了Level 3 所以其实欧美 或者是亚洲地区 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品牌 的技术 都在自己的地方用 所以Tesla 不是一个那么特别的案子 是说 我只是在美国走 或者怎么样 其实可能欧洲新闻 少人掌握 但我找回一些技术 来说 欧洲不是说输那么多 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Tesla 你想想 EV这个技术 已经快要被欧洲老板 反通胀 反补贴的问题 然后你现在 弄一个智能的驾驶技术 都输给欧洲 按这个道理 Tesla 如果我们重新再看 Tesla 和中国合作的案件 其实不像Tesla 在卖东西 希望就换钱回来 有点而似 真的临死一搏 用这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 其实我认为你说的 Jacky 因为我自己觉得 如果它 今次在中国弯道超车倒 这套系统 那你便威尽全球 那你便吸引到很多人 进来再投资 或者再做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今次 收了 收了当 又 没什么所谓 就是 到 你现在 股价上也好 或者很多投资者 信心上也好 都看不到 你很短期内 会有一个 很突破性的发展 所以不如趁现在还有故事说 不如在中国走去 因为你知道 在美国已经不能说 故事说不通 所以 所以 我觉得有少少像当年 IBM把手提电脑 卖给Lenovo 语为 然后中文觉得 哇 我有IBM 实际上 IBM就跟你说 这个我快要是最不赚钱的东西 我先送给你 没错 但是 去到今时今日 刚才也说 Waymo 或者Cruise 也有这样的意外发生 但是Tesla 其实意外率高不高 是 都挺高 这些不是我说的 NHTSA 即是美国运输署 即是很怕Tesla 司机向你寻寻 是啊 不是 投资者 司机就不会 投资者很疯狂 比较热情 他们 譬如 这是二二年的新闻 二二年 一年 关于autopilot的事故 已经去到九百多单 所以 你会看到 你想想 如果刚刚 那辆Cruise 无人的士 甚至 连未遇到的小孩 都要停 那这套autopilot系统 就很难过 就是很难过 政府那边 当然现在他不断升级 又说强大了很多 我不否认他的科技 是不断进步 但是可不可以做到 你不要司机在那里 你叫Eyes off 就是去到 不是经常要看着车来 然后不出事 我想你看回历史数据 autopilot已经跟你说 现在这个系统有点敏碎 用这个角度来看 真的差一点 不要紧的 但是去到出来 现在我们看到 是不是Waymo已经成功 可以说是在领先整个市场 绝对是 Waymo 我给你一个数据 就是他走了7公斤 7万公斤 7百万公斤 7百万公斤 为什么香港已经超过百公斤 其实香港已经超过百公斤 7百万公斤 其实发生了三宗爆炸 是有爆炸中了 但是都是没有死人的 是一些小伤害 那还有一些分析 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人去驾车 以100万公斤 人的试固率是2.7 就是per 100万公斤 Waymo是0.41 那其实是相对安全的 没错 就是他说的是 这个真的没有人在里面 然后去试图的这个案 所以你要追他 你想想 其实你要花的势 钱 和很多技术上来说 其实都不是少的 如果你是Tesla 或者你是任何一个 在美国的对手 你看到这个数据 其实你都知道 你自己都要有牌追 所以不如就爆炸 我心外的Google也是很强的 对吧 但是Google Google的问题是 他不懂得赚钱 就是老闆 这些不在这里说 他商业的能力 是差到不得了 最擅长做商业的 就是Setya 就是Microsoft的老板 如果你说 同样是印度人来说 就是两个level 但是也不要紧 如果我们有Waymo 我当它赚不赚钱也好 那它也有些重点城市 我看到现在三藩市有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 也有Waymo 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扩展出去 在东西岸都玩完 现在暂时就是三藩市和LA 就是加州比较多些 菲尼克现在都在走 那奥斯汀呢 现在就在谈 应该在测试中 测试完之后 应该在那里可以出自动的士系统 就是Robotex 所以它应该是 暂时在美国最多城市 在做这个无人的士的服务 但是用这个角度来看 就有点奇怪 它如果走的时候 我以为它会是加州先走 又或者西岸先走 起码是同一条法例 或者东岸先走 它现在选择 它似乎是选择 是不是人多先 还是怎样选择 它这个城市设计 其实有趣的 我不是很熟 但以我了解 奥斯汀其实是 2015年 它那个Waymo的自动驾驶系统 是在奥斯汀那里走的 就是2015年 Waymo已经说 不需要人开车 已经试试了 这个全自动驾驶 已经去到现在 十年前的东西 已经在说 所以其实它在奥斯汀去走 就是现在才走 正路的 应该它在那里 选择了个地方去做 那加州来说 为什么选择 LA和三藩市 就是因为最主要是 下方多人 OK 我估计是下方多人 然后可以叫这些车 其中一个原因 我估计 就是一定是下方多人 人烟囚密的下方 第二个就是因为 现在它们的车 以我了解 它们的自动驾驶的 的士 是不可以上高速的 就是你不可以说 我三藩市 叫车去LA 不行的 sorry 它只可以在 下方的地方走 所以我估计 因为未来它要找 就不是用一个州 来做一个单位 去找一个市场 市场 是找一些它觉得 有机会找到 钱为profitable 或者是用选择比较多的 城市去下手 你说得对 其实你问我 我经常来试试这些案 其实说真的 十几年前 都已经有这个自动驾驶 你知道香港最出名的那一架 就是有一架车 好像在理工大学里走 还是在这个科学城 开了一架车仔 那时候就说到 好像香港已经成功发明的 无人驾驶车 那样 但是 就是人家的国家才做起 但是不要管 但是那时候选择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想法 都应该选择一些 无人的地方做无人驾驶 因为免得撞到人 但是Waymo的案例也好 或者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的实验证明 反过来 不是选择一些 无人去的城市 是要选择一些很多人去的城市 还要车速不是那么快 可能真的有利益之外 也会令到车子不用那么辛苦 就是你不用在我短时间内作出决定 就是我车速比较慢 还可以长一点 这个其实去到最后 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Waymo如果用这种设计 和Cruise这种设计 其实它基本上 就不是打算做货车 大型的货柜等等 其实它是玩的士 正确 没错 其实概念就是这样 因为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首先 为什么选择城市 或者上不了高速 如果了解 暂时技术上是不行的 因为 如果你知道 LIDAR技术也好 Tesla Vision也好 所有这些人工智能系统 你要收到那个讯号 回来 过一个AI的脑子 你应该怎么处理 你才做一个行动 这件事在说 不要多了 0.5秒 但0.5秒在高速公路来说 已经可以死人了 所以暂时的技术 我觉得 在Cruise的几年内 我想上不了高速 OK 这是第一个 先画清楚的东西 第二个 其实它打的士在市内 是很合理的 因为其实LIDAR技术 就在一个城市 就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里面 走 你走得多 其实它那套东西 就已经成熟了 你不需要走太多地方 而且你如果 OK 如果我以这个 限制 或者这个情况来说 我要令它赚钱 其实就是在市区里面 去做的士服务 那你就可以 好像货如轮转那样走 因为你每次都是 上的士 可能你在港岛也是的 那些的士司机不过海的嘛 你禁锁去中环 中环去上环 你走多两个地址 它又有港岛有成的嘛 其实就是 它都会知道这件事 就是用量来取勝 就不只是用距离来取勝 所以在美国也是 下一步 其实它们只要去拍一个叫车APP 然后基本上整套东西已经走了 就是一个无人駕鞋的士 加一个叫车APP 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整套服务了 接下来会不会有些叫车APP 去跟它合作的 你想想 我们当时出的什么Uber Lift Bolt 这几样东西 还有新加坡的Grab 这几只已经是杀了整个市场之后 杀到我们的士大哥 天天上街示威了 现在我们香港都是天灾人祸的一款 但是如果这次 如果我们直接有Google杀进来的话 又或者刚才那些什么Raymo 那些冲进来的话 有机会就连这个Uber司机都不见了 没错 sorry 是连Uber都不见了 Uber都不见了 它都要有个APP 是连Uber 即 即 商业或商业 就是说 那你那些又不是这么厉害的护城河 你指 Uber最厉害的就是 首先它现在Uber有几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它有个司机 叫得到有车就有人做 第二个是它有个收费系统 就知道哪一个时间点哪里多人 然后可以叫什么价 即Demand Supply 它有了 所以它才有护城河 但是如果下一步跟你说 喂 的士司机都不用了 我已经有没有人车了 那你只是说 那些价格的软件的话 不如我买了Lift就可以了 Lift 6个B美金而已 Uber 100几B美金 即假设我是Google 买了它回来 我自己弄也不用弄 立刻停在车上就走了 那你Uber出现的话 你这件事就给不了 我明白了 那为什么呢 我们不搭搭运行的士 买Uber 因为Uber 的司机就比较领弈 然后我们不搭Lift 通常Lift但ない candidate 例如在其他地方有其他不同的App 但這些較便宜的App 通常的特色是司機和車的情況較差 尤其是司機也不太好 但如你所說 如果司機不太好 我們沒有司機的時候 就沒有好不好 Uber的其中一個護城河 就是它的司機團隊不錯 所以我們這樣做的話 其實那千多億的股價只剩下Lift的款式 我不敢這麼說 當然它還有它的生存空間 就是一些我剛才說過沒有遮蓋的地方 例如一些比較省略的地方 也沒有理由行自動的士系統 你可能還要叫人的 或者叫一些luxury的車 因為你始終有些 可能有些人喜歡Limo 很長的那些 十隻門 就是要Uber Black 是的 有司機幫你開門 你喜歡這些東西 可能它還有它的生存空間 Uber有三分一至一半是 non-taxi service 我沒記錯是 Uber很大的 但你聽完整個故事 如果我這套分析是對的 那你會看到其實Uber不是沒有對手 而它的下一個對手 可以令到它 整間公司 不知道怎樣 就是股值一直劈下去 劈到你都有點難搞 我覺得 如果這樣看的話 原來Uber的競爭對手 原來從來都不是Lift 也都不是Boat 原來它的競爭對手 是另一個行家 另一個industry的東西 應該是 科技就日新月異的啦 你堆壞了的士佬 有人幫你報仇的 真是好 的士司機喜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我們支持的士 你放心呀 的士司機 我們今天支持你呀 我們已經堆壞了Uber 這些沒有緊要的 是的 以後司機不存在的了 哈哈哈哈 以後都沒有的是司機呀 大哥 他無緣無故由行業變成失業 然後變成工也沒得找 這個是其實說真的 幾年之前已經有人通知過香港的學生 不要打算做職業司機的 有機會是一個很快消失的行業 但是這個時間要過的 但是起碼今天 我都跟方圓談完之後 我們得出了一個很好的結論 就是我們原本聽到的 好像很好聽的那些FSD的東西 看完整套system 我們首先第一個take away 就是Tesla 它本身原來不是龍頭來的 是FSD 第二就是它的龍頭行業 它在挑戰的那個模式 跟我們原本讀書 說出來的東西相差很遠 例如說跨省貨運才是 自動駕駛最需要取代的行業 這些應該完全不是 原來第一件事就是衝擊的視線 就是Rada 還是跨省行業 永遠發夢當然是講大一點的 但是你 這件事其實我以前看過的 講到一百年的時候 其實我也看過這些交易 剛巧弟弟有機會 沒有去到以色列 但是有接觸過某些以色列的 自動駕駛系統公司 現在被人買了 很大間一間 那都談過說 你要做到這麼高速度 然後去做到運算 不是現在暫時的科技做到的事情 就是中間還要傳輸的速度要快很多 或者我們的情況 可能全部高速公路都是用無人駕駛的車 他們就可以離開了網絡 可以自己和自己溝通 可能這樣才叫做可以 當然這些是那時候的一些幻想 但是你已經 你如果知道你說什麼的話 你就要知道其實這件事實在太遙遠了 甚至你多久才能賺到錢呢 已經在下一個步驟 但是現在你看到Waymo 給我們看到的東西 正在走 正在賺錢 正在延伸 正在賺錢 這個商業模特兒看上去都好像實正 下一步就看看他如何行動 今天就麻煩方元 再一次就提供了最好的財經資訊給我們 希望你私底下繼續給我多一點號碼 幫我補一補血 也希望所有的網友 支持一下我們的債券班 因為接下來我們就是五月尾就出的了 下星期我們就會出這個報名表 先通知大家 是的 好吧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謝謝各位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跡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的時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裏 我懇請大家支持我們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多謝大家